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68集 在丹西宗发动所有案子 预先找到白小纯不惜代价将其击杀的同时 其他三宗都在各自派出大量弟子 开始于自身范围内寻找各宗弟子 也正是在这一刻东林州内 靠近东林城有一片山脉之地 其内丛林弥漫 巨树众多 突然的一棵巨树旁虚无扭曲 有传颂波动轻微的散出后 白小纯的身影 亮强的从里面泡了出来 他刚一出现 就忍不住蹲在地上 哇哇的大吐 这是什么传颂啊 我的小命都差点被传颂没了 白小纯叶子苍白 气喘吁吁 他不知道以往的传颂都是在保护的状态下开启 减弱了传颂之力 可这一次是陨界深渊崩溃 传颂强力展开 四宗当年于三大圣地都有这样的布置 要的是危急关头的速度 自然不会去考虑更多时间形成的保护 这种强行传颂 意志寻常之人 很大可能是直接昏迷 吐了好半傻 白小纯才觉得恢复了一些 可依旧是头晕眼花 扶着一旁的大树 看向四周时 不知道身在何方 可按照之前欧阳杰长老的话语 他明白 那传颂的开启 是因不可抗力出现 这么来说 我现在应该是回到了东林州 白小纯揉了揉额头 心中残留余悸 他想到了 自己传颂时的那只小手 以及诡异的声音 身体一个哆嗦 打定主意 这辈子都绝不再回 云界深渊 此刻喘着粗气 他找了一个树干坐下 看到自己衣衫破损 都看不出 是灵溪宗的内门弟子衣衫了 似乎很狼狈的样子 上面还有血迹存在 他想换一套 可却发现除袋内 没准备替换的衣服 云界深渊内 太凶惨了 白小纯回想 在云界世界的一幕幕 觉得头皮发麻 尤其是想到 那些人疯了一样的 要杀自己 还有最后送缺的狠辣 与凶猛 白小纯叹了口气 休想 干嘛要打打杀杀呀 他敢开始感受了一些修为 看到体内领海磅礴 正不断的化作金色 如今已完成了三成左右 天到处击 白小纯振奋呢 忘记了云界世界的凶险 激动起来 尤其是想到增加五百年寿元 他更是双眼冒光 小袖一甩 抬起下巴 傲然开口 哈哈哈哈 我白小纯果然是绝带天骄 厉害啊 厉害厉害 要离开这个里 我去看看这四周是什么地方 他发现 此刻自己的修为如常 甚至每时每刻都感觉在增强 可偏偏气息却越来越弱 仿佛原本从体内无意识散出的威压气势 因灵海的天道主机正在不断的收缩 如同内敛 一击蜕变 眼下 他的气息在外人看去相当于宁气九层的样子 且还在不断的减少 按照白小纯的估算 当自己外在的修为气息完全消失 看起来如同凡人时 如压缩到了极致 自己的天道主机将最终完成 从而形成一次开天辟地般的爆发 估计再有一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 白小纯高兴 没在意气息的变化 毕竟他修为如常 此刻拿出欲解 正要传音给宗门 却发现 欲解上有传颂之力残存 一片混乱 虽然 这传颂之力正慢慢消散 可短时间用不了 他有些头痛的收起 一晃之下 立刻飞出 在半空中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远方 不多时 在白小纯如今的修为之力下 他的飞行速度也暴增太多 渐渐地飞出了这片山脉 更是看到了远处一座雄城 屹立在群山之间 这座城池通体青色 四周城墙高高怂起 青砖修解 似乎每一块青砖上都刻着无数的符文 使得城墙 俨然组成了一个浩荡的阵法 这阵法形成的光竹 随时随刻都冲天而起 似与苍穹连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青色漩涡 缓缓地在城池上方转动 不时有一道道闪电划过 看起来极为的壮观 更是存在了压制之力 使得一定修为以下的修士 在这里尽空飞行 而这城池也庞大无比 足以容纳千万人的规模 四个城门 有大量行人进进出出 极为热闹 城门前有石碑耸礼 与城墙气高 上面写着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东林城 白小春一愣 最后眼睛猛的亮了 此地正是灵溪宗范围内第一大城 隶属于灵溪宗 东林州范围内 十大修真家族共同支掌 已存在近万年之久 里面不带修士众多 更有凡人无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除了十大修真家族执掌外 灵溪宗还会派出弟子代表灵溪宗 如同使者坐镇此地 平衡十大家族 杜灵飞 数年前就被派到这里成为使者 虽是宁起修为 可实际上在这城池内 灵溪宗也有助基长老坐镇 只不过平日里不会外出 一切事情都由杜灵飞处理 杜灵飞的任务就是平衡十大家族 杜师姐当年在我回宗门不久 就被安排到这里成为使者 好久没见了 白小春心头一热 脑海里浮现出杜灵飞那又羞又称的模样 不行 我要微服私访去检查一下 看看这些年小杜杜有没有背着我找了别的汉子 白小春面露狡黠赶紧飞出直奔东林城 在快要靠近时 他感受到了近空的威亚 真是的 我是荣耀弟子 我是掌门师弟 这东林城是灵溪宗的 那不就是我的吗 居然还对我近空 白小春嘀咕着降临地面 飞奔靠近城门 看到不少人都在排队 他也不好意思插队 于是站在后面等了半场 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缴纳了灵石进入了东林城 没人来盘查 似乎此地只认灵石 仿佛有自信 没人敢在这里惹事 这东林城规矩好大 进城居然还要拿灵石 白小春很不满 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 觉得若去计较这些 有些丢脸 于是干咳一声 背着手 大摇大摆地走过城门 看到了城内的无数建筑 一眼看去 白小春整个人倒吸口气 睁大了眼 这里太大了 四周青石铺路 每一块青石都散出灵气 两旁建筑更是金碧辉煌 雕龙客风气势不凡 宝珠 灵石 法光 在这四周的建筑上都成为了点缀 一股奢华的气氛 向着白小春扑面而来 这 这里 白小春咽了一下唾沫 看着那四周的华丽 看着此地的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 无数的人群 他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 另一个世界 这里大多数人都是 绫罗绸缎 行走带风 不管修为如何 气势都很是傲然 即便是凡人 也都仿佛与修师融洽在了一起 没有其他小地方的敬畏感 白小春 稀奇连连 走在街头 更不时传出惊呼 他是真的心中气腹连连 毕竟他从小就在村子里 出了村子 就是宗门 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惊人的城池 而他的这幅举动 立刻让来往的修士 有一些 墓中露出 精灭 如看土包子一样 还有不少 看到白小春身上的残破衣衫 尤其是血迹斑斑 直到此人不好惹 立即就避开 我都不知道 这里居然这么好 白小春是越看越喜欢 他还感慨 若早知道这里这么奢华 他说什么 也要在宗门运作一下 给自己安排 到这里享受一下 此刻刚开始 他路过一处阁楼 顿时脚步就抬不起来了 直勾勾的看着店铺内挂着一件件的衣袍 那些衣袍各种颜色都有 多种服饰 紫绣华美 最不起眼的一件 也都在很多细微的地方处理的很是巧妙 在白小春感觉 这里的任何一件衣服 都比自己宗门的衣袍要漂亮太多太多了 他眼中冒光 立刻就走了进去 阁楼内还有几人 正在挑选衣服 白小春刚一进入阁楼 这些人都看了过去 眼看白小春 衣衫狼狈 心中虽笔 可是 察觉到 白小春散出的气息 是拧起七层后 一个个都收回了目光 但是 有一个身穿滑袍的青年 在看到白小春后愣了一下 似随意的低头 掩盖墓中露出的一抹闪顺济世的奇异光芒 与此同时 一个伙计满脸笑容的来到白小春身边 殷勤的为他介绍起来 这件天龙袍 是用天水蟒的皮浸泡在九九八十一种药槽内 然后请来大师刺绣 蕴藏阵法 尤其是遇到水属性的术法 更有一定的抗性 还有这件千叶衣 是用一千种林液编制而出 加以密法制作 穿在身上 可每天闻到草木之香 长久如此 玉玲药一样 还有这件 白小春咧咧点头 左摸摸右碰碰 爱不释手 那身穿滑袍的青年 此刻抬头 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向着白小春走来抱拳一拜 这位兄台 有礼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